好朋友们接下来咱们继续 到现在为止呢 咱们对中实现的效果就是浏览器 访问服务器 服务器把请求扔给框架 框架打开模板 框架打开数据库里面请求 查询数据 接下来把读到的模板的信息 和同数据库里面查出来的信息 进行一个替换 然后对中读成一个body 通过调用服务器里面的某个函数 给它设置头 通过return把body返回去 服务器把body和hider 合在一起返回浏览器 是不是这个通路 是不是就完成了吗 那么这是咱们刚刚实现的功能 那么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我给大家稍微扩展一点 这个就和整个框架的 稍微牵涉的东西不是特别大 这个地方你想要给大家说 一个道理是什么呢 我刚刚在执行 这个文件夹里边的程序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每次都是python3 web server什么都这么执行的 那么有这么几个问题 要接下来要处理 第一个 能不能改端口 如果你从网上当了个web服务器下来 它里边写的是7890端口 写固定了 你接下来别人 如果把这个端口在他运一之前 先占用了 请问这个服务器是不是废了 它绑定不了不就废了吗 那么通过意味着 第一个问题 怎么换端口 第二个 怎么让不修改这个服务器的前提下 可以支持其他的框架 我通过也写了一个 能不能支持我通过的框架 都在当家路径下 这就是问题 所以说通过有两个 第一个端口要换 第二个要指定模块 那么这时候 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东西 我怎么办呢 Copy一份 Copy一份 这个对信了 Copy08 然后09 然后运行web服务器时 指定端口 指定端口 以及框架 DD到09里边去 好了 这里边来了 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个特点 最终 我想要实现的时候 最终的样子是这么样 Python3 web server的py 7788 这是指定端口 然后我后面写上个框架 比方说 我写上了个框架的名字 叫什么呢 我想要的框架叫做 mini frame框架 然后冒号 eapplication 我想要这么一套运行 这是我最终的目的 这一部分来指定 这个程序 在绑定的时候端口 这个来指定 你让你这个程序 让你这个服务器 再去加在哪一个框架里边的 哪一个函数去运行 这是咱们对真的目的 首先说 这样的东西叫什么呢 在运行程序的时候 我可以给它指定参数 这叫给程序传参数 这叫给程序传参数 怎么传的呢 我写个demo vimtest.py 首先要导入一个模块 叫Sys Sys里边有个东西 叫做Argv 然后你把它打出来 把它打出来 什么都不管 就把它打出来行了 p.3 test.py 打出来的是什么 test.py test.py 哈哈 打出来的是什么呢 前方这个哈哈 是不是能传进去了吧 那么如果我要这个地方 换成7890呢 7890是不是也认许了吧 你没发现 注意点 这个地方叫它单引号 意味着什么呢 它不是数字 传的任何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 都当做数字来对待 这样 Python 3 不包括 不包括这个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你后边写的第三个 听懂意思了吧 那么也说 如果按照我刚给大家 举那个demo 就是说 mini frame 冒号application 都 以空格格开 以空格格开 这是 某块名 就是程序名 这是端口名 是不是将来 咱们把这个东西 是不是当过一个读处 是不是传递到这个test 里边去了 那么也说 想要在去运行程序的时候 给它传递 探索 那么咱们就按了 这个方式来走 能理解我意思了吗 按照我的方式来走 好的 那么 某压m 我在这里边 我写上一个说明 不要咱们大家忘了 将来 我这个地方写一个说明 运行 运行此 程序的方式 Python 3 然后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点Py 然后呢 这个哈哈 然后7890 你这样一写 是不是就知道了吧 好了 给程序传递 很简单 S4S里边有个列表 叫ERGV 它能够存储 就完了 什么 那么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应该 打开这个哥们 是不是应该 咱们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给他传参数了吧 那么 据我的要求是 以后我再去运行 它的时候 Python 3 Web Server 写上端口 不写不行 我就要去你写的 不写不行 我就要你写了 来什么 vim Web Server 打开他 你觉得会在哪多呢 哪一个地方先执行 是不是就在哪多呀 请问 是不是他先执行啊 好了 我就先看看 你运行的时候 参数够不够 那第一步 咱们这个地方 首先要导入一个东西 叫做S4S 然后再跳到最后 在这个地方来 Import S1 不是Import了 就是S4S里边有个ARGV 是吧 请问他们 我的要求是 让你Python 3 什么什么.py 7890 你行 有几个 有没有Python 3 没有Python 3 没有Python 3 注意了 我在用页面 Python 3 看 test.py 哈哈 7890 你看 除了这个之外 一个 两个 三个 是不是在这里边 那么将来 我想让你运行的时候 是按照这个样子去运行 按照这个样子去运行 请问 这个不放 一个 两个 是不是两个呀 因此 VRM Web Service 打开 出发 大计 干啥呢 这出发 大计 跳过去 好了 在这 ARGV 如果我这样 如果你的长度等于2 请问 是不是咱们就可以干事情了吧 那么 干净什么 其实呢 IF 干什么 Pot 等于 印章 SYS 这点ARGV几 0还是1还是2 是2吧 0是第一个 这个是不是第二个呀 别错了 那么 这是不是可以了吧 那么如果你传递过去的个数不够 那么这个地方就直接打印了 这个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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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请按照以下方式运行 然后print python3 然后 7890 听懂我意思了吧 请问 如果你连运行的时候参数都不够格 我还需要执行签了代码吗 不用了 你想买车 钱都不够 谁给你买 干什么了 return 撒一分 return两个功能 返回值 结束函数 没错吧 也就是意味着return后面可以不写值 不写值意味着什么了 结束函数 对 return后面可以不写值 没有返回值 结束函数 OK 就这个道理 接着这个道理 好了 那么 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你要用到了int 那么你一定要防止 万一它要是输的 不是输的怎么办 对吧 怎么做 try try except except 全部不 全部放在这 那么这个地方 怎么的呢 这个地方 对 这个端口输入错误 这个端口输入错误 咱们接下来 是不是又是return 意味着啥呀 你只要有一个不对的 不好意思 我就不自强 我必须要有个pot端口 请问有了端口 干什么用 咱们是不是应该传给这个web服务家 所以说怎么的 扔呀 把pot扔了去 只要这句话执行 请问是否意味着前面 这句话一定执行 而且这里面绝对没有异常 你说这个道理了吧 有异常绝对不行 好了 那么一说 我这个pot 百分之百有 要么就不执行 要么就有 百分之百有 是否意味着 是下一个东西了吧 下一个东西 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 pot等于它 那么你接下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还用写7890了吗 pot 是不是就完了 为什么我不写saf 你pot除了这用 其他还用吗 其实它不用了 其他又是用 是不是咱肯定是写saf 因为它不用 好了 懂了啊 python3 这个叫webserver 然后7788 真的假的呢 来 大家先访问之前的端口 肯定没结果 这不用说了 来 接下来访问谁呢 7788 可以吧 是不是端口换了呀 比方说你这个程序 不想用这个端口了 你再换个端口 7789 来 接下来 这个地方 立马换成7789 请问 是不是也可以执行了吧 所以说 给程序传递摊数 有的时候是很有必要 比如说你的ping ping 空格 是不是it的意思啊 其实就是给ping传了参数 这就是这种参数 方式 方式 会了吧 同学们 传参数会了 第一个问题解了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还是必须要用这个 这个东西来 来给大家演示啊 我呢 把这个文件夹 拖到这里来 第二个问题 我想给大家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指定 模块去运行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web server里边 我在这 你没发现 是不是先倒了这个文件夹下的 是这个模块名啊 你咋知道 我将来这个模块名是叫 迷你夫人吗呢 我要是叫老王呢 你说这个道理了吧 所以说 他们确实有缘的 http的服务器应该是独立性的 即他应该做成通用的 你用也行 他用也行 他用也行 记 说不应该显成这种固定的东西了吧 记 你这个地方显得是固定的 这就不太合适 我接下来的目的是让他不绑定 就是没有import 来 记 把这句话注销掉 不要 我把这句话注销掉 前面头发 一定会导致 我接下来去调用 application函数的时候 前面就用不了 你说没头发 所以说怎么办呢 control cvd 这个地方就应该想方设法 是不是换成其他的东西了吧 那一定是这个东西 我换成其他 我只要弄个够的 ok 但是前面要换 怎么换呢 注意点 核心的目的是 我将来写完这个框架 写完这个外部服务器之后 我让这个外部服务器 既支持你的框架 既支持他的框架 你的框架名 叫什么叫什么 叫张战也行 叫理事也行 都行 既我不写入一个固定的了 怎么做的呢 运行的时候 给他指定 python3 webserver 7890 你接下来给他写上一个东西 你不是在这个文件夹里边 有个叫做迷你 什么呢 迷你 下方箱free 对不对 你想让他 这个服务器 运起来之后 去调这个模块里边的 哪一个函数去调呀 application 听懂 我想说什么意思了 我这个来告诉你 到这个文件夹里边 去调这个模块 我这个告诉你呀 去调这个模块里边的 这个函数 开启运响 能力 有个意思了吗 这就是我的目的 来指定 记得同样 不要在这个程序里边 写固定 而是在运行的时候 通过传三种方式 给它传过去 接下来 我传的是我自己写的框架 写这个 我传的是我同桌的框架 是不是就写我同桌框架 你明白了吧 这种时候就做到了 支持所有的框架 而你要是在程序里边 写固定了 不好意思 就不行了 不行 能听到我的目的吗 那么接下来 咱就要去完成这个效果 完成这个效果 好了 怎么做呢 想要去实现这个功能 首先第一点 你传过来的参数 请问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传过来的参数发生了变化 那么将来参数会变成了几个 将来就变成了三个了 那么将来运行的方式 就是在这个地方 再写上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做 叫做mini mini frame 你最叫什么都行 application 是不是写这个东西了吧 写上你的框架 就是框架的模块 第一个模块的名字 写上你将来 我去掉的时候 你的名字就行了 好了 那么我想要这么做 所以说我把这句话给它平了 我就不要这句话了 那么关键点是我接下来 我怎么找到那个application函数 请问我这个最核心的地方 这个bug是不是就解了吧 现在缺什么 就却找不到这个函数 你说没错吧 那关键点是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函数 让他们去挑 想要找到那个函数 说得直白一点吧 我能不能用import呢 import 请问行不行 如果我把那个倒立来 请问介绍了这个视频 解了吧 那么请问你想倒的话 你这个地方这个名字 你懂得知道吧 请问名字在哪呢 请问 这里边是端口 那么是否意味着 还有一个地方是接下来的这个东西了吧 那么我就起个名叫做什么呢 frame app name 等于 等于 sys.argv 几乎什么 二 是不是这个保存端口 这个是不是保存这一坨都不错了吧 好了 好了 那么请问我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地方来 你传过来的是谁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东西是不是放到这了吧 请问他们 这个东西取出来的是谁啊 这个取出来是他 这个取出来的是不是他了吧 那么请问我要想要得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对这个都不错进行 切割 切出来了吧 所以说怎么着呢 re 点 怎么着 match 想要正德 写上哪个字不错呀 是不是把这个字不错是不是放到这了吧 请问 将当前这个字不错 长得就这个样的啊 当前这个字不错是不是长得这个样的 我想要提取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单独提取出来 是不是还行吧 请问怎么做 这个正德写什么 以冒号分隔 前面肯定是括号 后面也是括号 这不要取的东西是不是分一笔取吧 冒号前面怎么写 冒号前面怎么写 非冒号 对 非常不错 非冒号多少个呢 加吧 至少六一个吧 你要是没有肯定不对 对不对 至少六一个 那后面是什么 加还记得吗 加说至少有一个呀 加至少有一个 就是你冒号前面的东西至少六一个 你不写怎么写的 你那个模块叫A 不就有一个了吗 对吧 那么将来是不是这个取出来的是什么 这个吧 这个取出来的是不是一直到最后吧 那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咱们找一个变了 是不是给它囤起来 IT点它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位置 if IT 请问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这个正德 是不是成功的取出来了吧 那么请问这个词后 就是frame name 不就等于 RIT 那肯定就是你输入有问题了 对吧 肯定就是格式有问题了 那我直接写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又让你停了吗 我解析这个过程的时候 解析破了 我还是让你停 你按照这个格式运行 否则就不让你运行就完了 请问 iframe name拿到了 这个拿到了 来咱们写上一个说明 这里边拿到的是 mini frame 来这里边拿到的是什么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请问是这两个名字了吧 那么接下来 咱们马上就实现了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去导入了吧 我接下来写谁 我是想要写mini frame 没错吧 但是它是不是在这个变量里面团吧 所以说我一定会把这个东西 拿过来 是不是替换这个地方 import 从这个地方要追了 import不仅可以直接写在最前面 写在函数里边 写在if里边 都是可以的 什么时候执行 它什么时候导入 但是 facific它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import有个特点 它把这个直接当作模块名 而不是按照它是变量 去解析它里边的东西 听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这句话最终导致了 它要去找frame name 请问有frame name 这个点py吗 没有 你打扰它 它也不行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facific它是去找谁呢 找 找 frame frame下面 name p 它肯定是找不到的 但因此import用不了怎么办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下滑线 下滑线 import 这个 括号里边 可以放变量名 变量名的值是谁 它就去找哪个楼块 那么因此frame name 请问此事意味着什么呢 是不是向你导入了吧 对向你导入了 但是此时导入还挂 因为我只写的是mini frame 它在这个文件夹 但是它当前找的时候是不是知道当前路径 所以说必挂 所以说怎么回事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sys.pass.append 谁啊 啊 谁啊 这个地方 当前路径下的dynamake文件夹 请问是不是这个文件夹呀 你把这个文件夹给它加到这个列表里面去 加到这个列表里去 对中导入是什么 它找路径的时候 是不是将来就会到这里去找了吧 你接下来再去导入的时候不就导入成功了吗 可以吧 好了 此时此刻终于可以导入了 那么关键点导入了之后 有可能写到这儿 有可能就去思路去端了 接下来我应该干啥呢 你再回到你对核心的目的去 你就问问你对核心想干啥呢 干啥 咱们把这一句话给它平了 导致了接下来 哪一句话呢 这句话调用的时候是不是就废了 因此咱们对核心是不是就找到那个application函数吧 请问咱们要找的是application函数 而不是要找到你这个模块 但是application函数毕竟是存在你的模块 因此我先导入 导入之后呢 import有个返回值 frame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标记着那个模块 返回值 返回值标记着 导入的这个模块 那么接下来我怎么从这个模块里边去找到那个application函数呢 get attr 从这个模块里边去找谁呢 是不是找这个名 因此把app name放在这个地方 那就可以了 对中它的返回值app告诉你 对中啊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你多理解啊 你多理解这个地方什么呢 此时app就指向了啊 就指向了dynamic下的这个叫mini frame 这个模块中的application这个函数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此时app就是函数了 好了 为了验证 怎么到了呢 把这两号control斜杠平了 然后我接下来print app 好的 我就打了这个东西 三目什么都没打 运行一边看啊 python3 web server 7890 然后mini下回线frame下回线application 是找到那个application了吧 完了找到了application 那么接下来把这两号的打开啊 请问找到了之后干什么 为什么要传 因为最终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那个uplication函数吧 你才能掉它呀 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地方把它传进去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让你多理理啊 把它传进去app 请问是不是进去了吧 那么app进去 请问他们是否e的这个地方 还得再多一个探访 app那么这个函数里边得到了这个值 在这个变量里边才能 但是确确实实是想要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掉呀 意思怎么当self 对self的application等于app 请问 接下来的这个属性 是不是指向那个函数啊 那么这个属性指向那个函数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变成了self 没错吧 粉丝顺利成章 什么都通了 来 先讲 7890端口 没问题吧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到这么一个效果了 好的吗 刚刚我给大家说的最核心的一点是 这个地方啊 多理一遍就行了 self的roll 多理一遍就行了 我跟你说的大体的方向是 同样在里面 直接写import是不行的 对吧 直接写import是不行的 怎么办呢 我得用下关键下关键的这个import 你得把名字告诉他 他接下来就倒了 倒进去之后呢 他就返回自己的那个对象 你想用的是这个对象里边的某个函数吧 你就通过getatdr 取这个对象里边的这个函数 取出来这个函数之后 你接下来把它扔到这个服务器里边去之后 请问那个服务器里边是不是就找到了这个函数啊 那么接下来不就可以掉了吗 进 咱们之前写的那个版本 这么做 可以找到这个函数 那么我费了这么大劲 这么做 也能找到函数通贩 这不闲都没睡干了吗 费了这么大拖的事情 还是干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这么做 请问 当我这么做之后 你的那个框架名叫什么 你即使不在这个文件家里边放的 甚至是你不叫这个名字 请问 是不是相当于节目解开了吧 你运行的时候 你是怎么传的 那么接下来我就到这个文件家里边 去找哪一个模块 运行哪一个 你不叫application 你叫app是不是也可以啊 在这个里边的那个mini frame.pr里边 你不叫application 你叫app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可以啊 所以说什么 这就是一个JL的体现 这就是JL体现 但是 这不够解的彻底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两个地方 我给你说明这个道理 第一个 这个里边 有一个叫做 第二席杠 Static 第一个什么 我的服务器必须去到Static 文件里面找 对不对啊 我就不叫Static 你就废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到这里边去找这个模块 是不是两个地方不一样吗 这解的不够彻底 对不对 不够彻底怎么办 多天咱们大家在配主同的时候 程序是固定的 但是你配置的那个 什么什么是my circle 什么my circle 什么conf不一样的时候 是不是将来执行的效果 是不是也不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 程序 写的比较好的程序 是为了让接下来的开发者 将来可以随意用 他程序不会让你动 但是他会给你留一个配置的文件 让你去配 你听懂了吧 记 我能不能做的 我配好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有道理啊 那么因此 接下来最低 我接下来想要给大家实现 另外一个新版本 这个追了啊 就是一个新版本 到现在已经啊 都是新的了啊 之前的班 之前到08 你就认为之前的班级都是到08就行了 到这全部都是新的 听懂意思了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干件什么事情了 加载配置文件 学完了配置文件之后 你就真正的知道 这个哥们是 完全可以这么做啊 copy 0910 然后是什么呢 让web服务器支持配置文件 点p1 没有点p1啊 好了 cd到10里面去 干什么呢 配置呗 来 这样一个文件 叫配置文件 vim 比方说叫web web ser ser conf config config 怎么写 差不多那么写了 这个 cf 或者是 conf 这一般都是配置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里边写什么呢 请问 咱们刚刚说了两个地方 是不是要改啊 改什么 要给他的 static pass 就是相当于他去找静态文件的一个路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去找他的 这个框架 加载的路径 是不是两个路径啊 打开他 干件什么事情 从他等不多啊 写第一行 比方说 我写第一行 我写第一行 叫第二斜杠下的叫什么 static 第二行 然后叫 第二斜杠下的 dynamic 行不行 这么做行 首先我的程序 读取第一行 当做静态文件的配置 读取第二行 当做动态模块的位置 请不可以吧 但是你这不就意味着 让你的框架 让你的这个服务器 去加载这个配置文件的时候 什么必须的顺序 距离一一写对啊 写错一个就废了 但是这么做呢 不够通用 对吧 我要给你表达 这么多不通用 怎么做呢 你要认真听 雷上一个字典不就完了吗 然后在这边写什么呢 然后写上一个static pass 然后冒号 等于谁呢 双一号里边的 点鞋钢 static 动号 隔开 双一号 双一号里边的 叫什么 dynamic dynamic 下方向 pass 然后冒号 然后点鞋钢 dynamic 可以了吧 请问这是字典还是字符串 字符串 你说错了 这是字符串 看上去像字典 但是字符串 你听懂了吗 他并不是一个批拔文件呀 说的直白点 是不是不出来呀 这个东西你要切记 它是一个普通的文件呀 它是个普通文件 我建了一个文件 你不要蒙啊 他不是字典 你不要蒙 来看上去 给大家打个东西啊 我就以这个为例 这里边已经有啊 我点它 有 来来来 那这个没有啊 我就打开新的 打开新的就有了啊 把它关闭 把它关闭 把这个第十个版本呢 拖进来 来他们在这看 我是不是在这个叫做 抗扶文件里边 是不是能够看清楚这个东西了 这是字符串 你说的字典 其实是很好理解 但确实实是字符串 同学们 你觉得应该干什么 我就把这个文件里边 我读到的这个字符出来 我给它转成字典 请问我在这里边不就可以用了吗 你将来写的顺序不一样的时候 只要你写的这个 KB写错了 我将来是不是也能取出来东西 好了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不想用这个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哪 在这个地方 我不想用这个 请问我接下来 是不是通通取了个配置文件的 怎么做呢 with open with open 打个谁啊 当前路径下的webserver.conf 然后打开它之后 sf 好了 sf 请问他们 接下来 f.read 是不是全读出来了 读出来的是什么 字符串 你应该把它变成字典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了吧 怎么变成字典呢 evo 用过这个evo吧 用过是吧 是不是像你把它 它直接变成字典了吧 那变成字典的时候 请问同伴 是不是接下来 这个事是不是相对多晚了呀 怎么着呢 来比方说 叫到这个config info 我是不是相对 加了个变量 是不是等它了吧 OK 这个事来了 请来看 这数字典 没错吧 这数字典 此时 加个注释 此时 conf 下外线 info 是一个字典 里面的数据 喂 你放在这 是字典 但是放在这个是普通数据 读事 请问有了吧 这个地方还有东西 小吗 是什么 给呀 还有他干啥呢 给什么 conf conf这个字典里边的 谁啊 static 下外线 pass 请问取出来的 是不是 咱们这个地方不能写它 应该写它嘛 是吧 应该写它吧 是这个啊 把这个放在这 来请问同伴 咱们用了一个 这个什么时候用 上面用 上面用 这个地方怎么用 离它好远 你没发现 怎么用 传呀 往对象里边传呀 传什么呢 conf里边的 static pass 请问 我把这个 对应的value值 请问是不是一个字符串 我把这个字符串 当作第三个参数 传递给 init方法 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 来了吧 static pass 在这 来了吗 我这个地方怎么着 self static static 下过线pass 等于 static pass 接下来是不是 这个属性就有了 那么这个属性就有了 同伴最后一步 真的是最后一步了 把它换成谁 self static 你说是不是解了 谁知道 真的假的呢 太老了 来 我也不知道啊 来拍点三 怎么写 我又忘了 怎么想 web service 然后71890 然后再写什么 好麻烦呀 mini frame application 反正能跑 谁知道运行 怎么样 走 没问题了 咱们到现在为止 咱们就做到了一个真正的街舞了 你看 你再回头去看 这个服务器里边 还有和框架相关的任何东西吗 没了吧 所有的路径 你想配 请在这里面配 如果你的服务器功能越高端 请问 是不是就在这个配置位置里配的东西越多 其实你之前所建的那个MySucker的配置 就是他按着他的格式配 是不是 咱们为了更好 更简单的理解 是不是咱就相当于整个这种自付出的这种方式 配了吧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信息呢就完全执行 没有任何的东西是需要手动在这边改的 同学们已经实现了 我刚刚呢 也提到过一句 写这个命令好麻烦呀 最后的最后说一下啊 端口呢 当然你也可以配 这没问题 但是呢 我就不弄做了 我就给你开个头 是不是你就可以自己做了吧 最后说一个东西 咱们会在 旧月班的后面节点呢 会讲一个东西叫做sell脚本 s-h-e-l-l sell脚本 sell脚本是个什么东西呢 嘴听 Linux的命令 把Linux的命令放到一个文件里边去 接下来执行这个文件的时候 文件里边有哪些命令 哪些命令就执行 我再说一遍 Linux的命令 放到一个文件里边 可以放很多个Linux的命令 接下来你只要一执行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边的所有的Linux的命令 一起执行 从上往下执行 而且这里边还可以用if判断 for循环都有 这就叫做sell脚本 今天咱们不会详细讲sell脚本 但是我会告诉你什么叫sell脚本 我讲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每次写这个命令 你不觉得恶心啊 不写了 看着 vim run.py run.sh sell脚本的后续是sh 干什么事呢 来把你那个命令写上 python3 然后怎么写在这上 web 接下来 server.py 然后7890 然后 mini frame 冒号application 写完了吗 好了 来保团 当前的这个文件 就具备了执行的功能 但是想让它执行呢 你点斜杠 它就可以走了 看啊 我车推波键 它没反应 ls一下 杠ls 它有x了吗 咱们原来在去讲命令的时候 我一直没给大家具体说过 x到底干什么 对不对 x干什么 执行 它没有执行的权限 就因为它没有x change mode 你这个777太猛了 加上 什么呢 x 来 你在ls 你再看一下 请问 这个地方是不是加了一个x 加了一个x了吧 不 在哪 这 是不是已经加了x 只要加上了x 那就意味着什么 执行 你没发现它颜色都变了吗 第二 斜杠 软 变绿了 对 变绿了 看着 是不是执行了吗 Kindle C结束 来 你不是将下来 请问接下来你对中主要改什么了 对中你主要改什么了 这个运行的脚本不用改 服务器不用改 你要是想要服务器的路径变了 你就改一下配置文件 接下来大部分的时间 请问是不是都是在修改框架里边的代码了吧 也就是说 服务器不用动了 运行方式不用动了 最终你只修改框架 这就是一个方向 听得清楚了吧 而且运行人说 我刚刚已经告诉了你 这多简单 运行了 根本不用写 但是呢 有人说 东哥我要是忘了怎么办呢 所以说 where I am read me 就来了 read me的作用 来告诉一个开发人员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谁都忘 这是正常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选上说明 什么 这是copyright 什么意思 半全 certo 然后呢 这个呢 fair 就是运行方式 这个点 点斜杠 让这是py 或者是这个python3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py7890 然后mini frame 冒号application 基本上就这么学了 然后对后再写一个声明 这个order 老王写了你的名字 然后对测日期 写上date日期 然后然后写上worden版本 然后什么1.0 听得清楚了吧 readme一般就是来做这个事情 如果忘了怎么运行 请查看readme 想要运行直接运行这个 以后服务器基本都不变了 听得清楚了吧 基本上这就是刚刚讲解的 这么几个新的知识点 好了今天的东西 我先截个屏 基本上就到这 你先截个人 特别的